大家好,今天又有花生廳 先感謝巨龍哥貢獻我們的花生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網上有些Post說大J在自己的遊戲直播上公開小杜汶澤 說他是國殖師等等 是這樣的 話說大J在自己的遊戲直播 他的標題一開始是說微辣的事件 即是迫集體欺凌,令阿禎離開 但其實話題越說越偏 在直播期間有觀眾問大J 有很多人跟微辣割席 有觀眾這個時候就提到 杜汶澤之前也拍過微辣 類似投文字D的影片 杜汶澤也是疑似 跟微辣有些暗示割席 想不到大J就回應了 杜汶澤就是人都割席的 杜汶澤是割席師 然後他說阿布泰有割 現在微辣他有割 還有什麼人他是未割席的 全職割席師 言下之意 就似乎對杜汶澤非常不滿 因為小弟本身 不是太喜歡你這些人血饅頭 那些KOL 直接開名地圖炮 這裡再說一次 我明白2019年是大家第一次面對這些情況 即是大家做一次傻子 相信黃色 藍色你不會相信 正常人可能會相信黃色 沒問題 你一知道他的嘴唸是怎樣 當初在立場拍過 那些豬嘴相 那些個個現在怎樣 那麽多個裡面 我覺得唯一一個 你真的入過賊的周庭 我對他沒有話可說 但其他那些 那些什麼 薩尼哥哥 史萊姆 大J這些 尤其羅米是全部 什麼樣子 你自己知道 這裡就不說太多了 那繼續說回 杜汶澤 我不覺得他是好人 但我們先說回大J 我看到他講這番話很驚訝 還沒完 他還沒說完 但我是不知道他們黃色的戰線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正常人不覺得 杜汶澤有這麼黃 大J有這麼黃 那他們不是應該是共同戰線嗎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傳疑 如果你沒有去關心這兩個人 那我猜不到 為何現在大J會突然這樣 打這個杜汶澤 發生什麼事呢 那有原因 我大致上知道原因 但我們最後先說 我們陳述了一件事給大家聽 那還沒完 然後他就說 這個杜汶澤 這個大J又說 杜汶澤眼睛很準的 合作過的人 最後都是需要割席 為什麼他這麼大聲強調呢 其實我越看 我覺得大J說這番話 他不覺得尷尬 我覺得 他說的話 是完全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大J又說 杜汶澤是厲害的 2019年運動期間 永遠在示威遊行開始前出現15分鐘 好像特首出巡 握下手 打下招呼 之後就回家 之後就無緣無故會在Facebook 開直播 哭了口 說那個男生要自殺 哭了口 要找他 然後全程開直播 然後上了神台 之後就去賣鴨血 看完之後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正常有的 有東西叫崩口人記崩口碗 是嗎 他完全是不罩 他說的東西很罩妓 如果不是由他話說 我真的以為他指喪馬懷 他說的東西完全是你自己 首先 你跟什麼人合作過都覺得 有最初的這個 那個什麼 集男俱樂部 最早期 又不是罵犯 然後自己搞 那些什麼遊戲堂 就是什麼case 抽本 憲閃 結果又罵犯 跟著呢 其實他跟世界佬那些 本身都是粉絲 OK 我不知道他們私底下是不是 因為他們其實當時 是合租過Studio 跟幾個人 OK 最後又罵犯 就是跟這個市家軍 OK 然後呢 其實你不如直接 數他有什麼 有什麼粉絲 在Youtube 如果你數到仇家 其實我真的 數不完 基本上 他自己跟誰合作都一樣 割席而已 然後呢 你講到運動 你不講油字 我真的想說 這個巨龍做過什麼 你其實 喂大哥 你駕駛車 他那個2019年 還是2020年 都忘記了 最多人看了這條片 就是駕駛車 在銅鑼灣的外圍 兜幾個圈 然後 在直播 駕駛車的時候 就在那裡說一下 然後警察一查牌 又馬上沒有東西 說那些 大家去杜汶澤 起碼都走去看看 然後那些什麼 逼屋打籃球 這些 那些傻仔 我真的直接說 黃圈的傻仔 直接在神禁拜 直到現在 不過現在少了很多 隨著這個政治光環 開始慢慢減弱 2023年還說這些 大家都愛國的 然後就 好像特首出巡 然後回家開直播 屌他老母 人家在遊行的時候 你就自己回家開直播 其實我覺得 不要緊的 你自己說出來 你不害羞 兩個都是混蛋 OK 大姐說得對 我都不覺得他是好人 但是不一定 兩個之中 不一定要有一個是好人 可以兩個都是好人 沒有問題 在羅汁上是通的 那他說 人家賣鴨血 那他自己那個 那個 衣著品牌 B字頭那個 大哥 先不要說質素 我們直接說價錢 大哥 一件這樣 八九九 如果你是一個名牌 其實OK的 我想 例如 新的哥哥最喜歡 Supreme 或者CNNL 當然 你八九九 當然會不會貴 如果你真的有牌子 我覺得還可以 但他的牌子值不值 其實這個真的 這個很難定義 我覺得不值 直接說吧 你覺得值是沒問題 你大大聲 跟同學說 最好把你的衣服拍下 拍照放上你的Instagram 告訴大家 我買了他的衣服 我覺得很划 你覺得沒問題 你不怕 你自己也怕醜 對不對 我們繼續說 那我就說 很奇怪 但是他直播觀眾 有些大姐說 他割席 有些人就說 喂 那你阿布泰那些 難道不乾嗎 對不對 但是 那你判你 美娜這些 難道不乾嗎 大姐就好像沒有正面回應 難道阿布泰那些 你不跟他乾嗎 對不對 他不斷提到 這個道文就是 仆街 就說根本都沒有做過這些實事 但是很多網民都說 扑你 臭街 我想問大姐你又 你又做過些什麼實事呢 跟立場影那個 豬嘴相 就是 跟史萊姆同級的 如果這樣 那你又為香港做過些什麼呢 對不對 我的記憶就比較老人家 比較年紀大 我就不太記得 我只記得 他最出名的就是 這個 他哥哥店的藍店 然後叫大家 給一次機會 行不行 為什麼我對這個人這麼反感呢 首先 他剛才打完達哥 說 你跟大陸那些 簽了合約 我幫你 給 你就跟他斷合約 然後 自己的哥哥 叫人懲罰自己 在哥哥店 然後被人打破了藍店 跟著說 現在開始改過 行不行啊 他說 因為之前 跟大陸簽了合約 要幾百萬 所以就 什麼什麼 我心想 你當初又說 幫人 幫達哥解約你 給你老母 對不對 自己的哥哥 搞磚頭 搞單回力錶 這個人就有什麼 信譽可言 你這麼多傻 我都說 政治的黃圈 全部都傻 什麼懲罰 聽到名字都覺得 懲罰 你去吃東西 去黃店吃東西 真是懲罰自己 又貴又難吃 真是 狼 他浪蜜蟹 我繼續說回政塔 你不要說這些 所以這個人 我一向都心照 很多網民都說 大姐就五十步 笑八寶 杜汶澤 真的不是好人 不要說我只是 插光頭 真的兩人都傻 我剛才說 我直接開地圖 所有靠這些 政治光環 KOL 全部都是傻 千萬不要信 千萬不要再 政治獻金給這群人 麻煩 最後說一下 原因 很奇怪 大姐和杜汶澤 都是黃色戰士 為什麼突然間互咬 原來 各位 原來杜汶澤 最近有可能搞一個節目 他說 是去日本採訪 一些在地的香港人 大家一定以為他會找大姐 全香港100萬youtuber 很厲害 誰知道 找了他搭配 大阪Andy哥 你知道江頭佬多麼大方 方丈 那麼大量 知道這個消息 當然會生氣到爆炸 於是 都不用懷疑 很明顯是 但當然 你說大阪Andy哥 是不是好人 留下觀眾判斷 我發現這個圈的人 真的沒有誰好人 我自己覺得 你們自己自行判斷 我這個 我一向都不介意開地逃跑 所以我覺得這些 與其 到這個歲數 無謂 無謂再帶著面具做人 對不對 不妥就不妥 就是這樣 好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觀眾可以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